这段时间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的跟前 然后作为一个牧者 能够就是为一些的需要 一些肢体的需要 一些教会的需要 把这些一切的需要带到神的跟前 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心的祷告 主啊 当我们安静 正迈在你自己的跟前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地看到自己 多处的不是 不义 常常地违背了主的吩咐 走在神的旨意以外 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 真是借着圣灵的光照 基督的宝血 把我们的不义 不敬 不节的事情 完全地洗净 以致我们今天的敬拜 是毫无阻拦地 能够来到主你自己的跟前 你是喜悦一个伤心忏悔的灵 你愿意你的儿女向你呼喊 向你求恩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整体地 谦卑地树立在主你自己的跟前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们愿意顺服你自己的主权 求神你按照你自己的美指 美好的时间 来应运我们的祷告 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 你祝福李友义 袁慧珍姐妹 让他们在不久的以前 得到了一个孙子 我们为了这件事 向你感恩 他们现在也正在加州 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坐月子 求伴神你尽快地 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当中 跟我们的一同地服侍 一同地学习 一同地敬拜 我们也纪念到 关世昌的孙子 Joshua 他最近有一些状况 那医生也没办法 这个正确地来争端 我们恳求你 特别连续这个孩子 让这个情况 能够尽快地 能够纠正 孩子能够平步地成长 长成基督的身量 我们也特别地感谢主 你在上个礼拜天 有四位的朋友 愿意顺服在 这个神的主权之下 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们的个人的救助 我们为到这四个 灵里头的出生的婴孩 献上感恩 求神你在以后的日子 帮助他们 在灵里头不断地成长 满有基督的恩赐 长成基督的身量 我们教会也真是立志 在旁边来帮助扶持 帮助他们来成长 我们也未到下个礼拜天 我们将会举行这个会友大会 在这个会友大会的当中 我们就会决定投票 2018年的整年的这个预算 也未到有五位的治理同工 那些的候选人 愿意你透过你的子民 众弟兄姐妹 他们在灵里头的这种的领会 揣摩 能够明白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愿意在下个礼拜天 很清楚地看到主你自己的旨意 也求你继续地怜悯 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特别要为到学生团契 来向你来祈求 天父上帝因为有一群的学生领袖 毕业了之后 可能短期之内将会离开达勒 天父虽然在这个地区 找一些的交职 可能性不高 但是我们还是要开口向你来呼喊 愿你连续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为他们来开门 也未到团契以后的走势 我们恳求主特别的怜悯 愿你的旨意 在这个团契里头完全地彰显 我们也未到我们的英文牧者 Brian正在加州 跟他们的家人来团聚 愿意主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时光 当他18号回来的时候 真是好像如鹰展翅上层 满有神你自己的恩高跟能力 我们未到英文部的教会 我们线上感恩 通常他们现在都有一百多人来聚会 我们恳求主 借着Brian牧师的引导带领 这个congregation能够平步地成长 显出神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感谢主 你是信实的神 你一定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你的应运完全在你的主权 我们也恭敬把以下的崇拜的程序 仰望在恩主的上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恭敬地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尊名 阿们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上个礼拜天 这个正道的题目呢 是教会的神学 那在上个礼拜天的聚会的里头 我们也能够明白了解的 就是教会这个字 它是有两个希腊字 在原文的里头有两个 很明显的字 一个叫Kuriakon 或者是Kurios 那个Kurios是Possessor 意思就是属于主的 教会是属于神的 教会是属于主耶稣的 他用他的宝血种价 把他给买收回来 另外一个字呢 是从两个希腊字 听起来的 Ekklesia Ekklesia 这个Ekk就是出来的意思 Klesia是一群人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字 放在一起的话 教会是什么呢 一群蒙神呼召出来的人 所以教会是这个意思 教会是属于神的 是神他呼召一群属于他的人 然后呢 供他自己 这个享受享用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一群人 这个是教堂 真正的教会是你跟我 教会是神的子民 是基督的身体 是圣灵的团契跟感动 也就是说 每一个主日 当我们聚集来这个时候 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教会 在这个宣道会的里头 就完全彰显了 所以不要轻易放弃 主日的崇拜 不要轻易 放弃来主日敬拜 跟弟兄姐妹一同的 这种的所谓的 双交 这个Fellowship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礼拜天 可以为一些小的事情 而是要去足球了 有一个business deal 或者是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从远地来了 就轻易地放弃来 教会来崇拜 这个 是不应当的 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把这一段的时间 分别为圣 要看重这个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 是神来观看我们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的现实 无论是小组 无论是我们的敬拜 无论是读经 无论是正道 只有一个观众 就是神他自己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 我们是把基督的这个 地方教会的这个身体 彰显出来 我们也同时看到 神他自己的荣耀 而且呢 我们是在 可以说 如果用一个戏剧的 一个这个名词来 我们是 我们是呈现一个 一台戏 然后呢 让神来观看 然后呢 让他来喜悦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提到 要了解一个东西 你必须要从神学开始 圣经是神学的源头 所以搞神学 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 神学呢 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所以呢 一个是source 一个是foundation 没有正确的source 我们的这个源头 搞错的话 我们的神学呢 会走歪 如果没有了神学的基础的话 我们的信仰呢 会偏差 会失伏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 会破产 今年教会的主题 整年的主题 叫教会 基督教会的奥秘 这个的奥秘呢 在旧约的时候呢 旧约的这个信徒呢 没有看见的 因为在旧约的里头 教会这一块 在这一方面的真理 神没有很明显的来显示 只能够就是隐隐约约的 traces 我们可以从旧约的里头找到 但是呢 最明显的就是在新约的里头 这个奥秘呢 也是神特别给保罗显示的 他是一个崭性的启示 保罗很懂的 所以呢 他说这是一个奥秘 mystery 以前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时代 神就完全地显明出来 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 在这儿必须要稍微提一提 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呢 最主要的在福音派的里头呢 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两个都是福音派的 两个都是坚持 这个 他们对神的话语的 这个研究的 所以呢 他们的motive呢 不应该去存疑 但是呢 福音派的里头 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呢 却把我们 在教会跟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关系上 把我们完全给分开了 这一边呢 叫圣月真理派 covenant theology 圣月真理派的大本营 是Westminster Seminary 他们认为 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 教会跟以色列就是一体 神对以色列的应许 今天同样的 就是对教会的应许 那另外一派呢 是从自义诗经法 也就是从安提阿教会 那个系列下来的 现在目前呢 这个大本营呢 是达拉斯神学院 达拉斯神学院 他们认为 神在整个的世代的里头 在这个旧约 新约的里头 在不同的时间呢 我们看到神有不同的作为 不同的心意 所以呢 从这一种的诗经法 制义诗经法的里头 他们呢 就来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以色列是以色列 教会是教会 以色列是一个国家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Israel is a nation Church is an organic matter 一个organism 教会跟以色列 唯一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都是神手中的器皿 是要来祝福 万国的工具 他们不同的地方呢 是次序 第一个 以色列在先 教会在后 我在上一次正道的也提到 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 提醒我们这些的外邦人 如今你们今天蒙恩得救 千万不要夸口 要知道你的根是从哪来的 那我在上次分享的时候 我 inadvertently说 这个以色列是那个葡萄树 其实是橄榄树 这个 它是橄榄树 它是那个根 我们是结枝上去的 次序不同 一个在先一个在后 另外 刚才也稍微提过了 就是那个特性 那个本质 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身体 所以呢 以色列是以色列 教会是教会 但是呢 神呢 就是用这两个不同的器皿呢 去达成他 把福音传到万邦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神的策略是 祝福以色列 诸约各样的恩典 让万邦列国 看到了神是多么伟大的 多么慈爱的 多么怜悯的 多么赤福的一位的神 万邦万国来救神 所以呢 这个是旧约的 所以那个字是 come come to me 但是到了教会呢 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 你们要去 旧约是come 新约是go 去干啥呢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待会呢 这个我们会再稍微看一看 所以呢 教会跟以色列是有不同的 但是两个都是神手中的工具 要使万邦万民 能够蒙受他的福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当耶和华神在 创世纪第十二章 允许亚伯来汉 我要是你的名为大 这个一个大国从里而出 而且呢 万国要因你得福 这个万国得福啊 在亚伯来汉的这个应许的里头 你知道吗 当耶稣基督吩咐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邦万民 做我的门徒 所以呢 新约的这个万邦万民的祝福 其实是跟亚伯来汉神 给亚伯来汉的祝福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在旧约的时候 本来是通过以色列国 把神的这个恩慈 怜悯传到外 但是以色列在爱的里头堕落了 没有好好听神的话 没有遵从神的吩咐 所以在这个时刻 神呢 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一刻开始 神对犹太人的计划 暂时放下 没有品气哦 这个罗马书保罗讲得 非常的清楚 以色列家始终忠必得救 但是呢 神的祝福呢 就转移到现在到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的朋友 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 就是你跟我 我们就是教会 而且耶稣已经把那个大使命 给了我们 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今天呢 早上呢 我们有了这个神学的背景 我们今天要看看 神究竟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两个 一个是The Great Commandment 大命令 另外一个是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 大命令 大使命 也就是说 你怎么能够测试一个教会 它的属灵的成熟的程度呢 很简单 你就看他们 有没有遵从神的吩咐 神的命令 在教会的里头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这是第一点 这个就能够测试 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程度到哪 另外一个 这个的测试点就是 你看教会 这个教会有没有去传福音 有没有刻意地把神的这个大使命的吩咐 来去执行 大命令呢 刚才 这个主席给我们念了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如果你有经文的话 请你打开 约翰福音书 刚才读的那个经文 十五章呢 第九节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这句话很重要 换句话说 连耶稣基督 他的爱 都有一个源头 这个呢 可能在远古之前 在天上 三位一体的真神 开了一个会议 然后神问 有谁愿意 离开天上的荣华的富贵 然后呢 到了地上 拯救这一群 这一个 这个罪人 这个是我猜的 可能神开了 这么的一个conference 一个会议 然后呢 那个会议的结果呢 就是耶稣基督说 父啊 我去 我愿意去 如果你能够 接受这个故事 那变成了 耶稣基督是 第一位宣教士 他是第一个宣教的人 他是第一个 从天上来到地上 然后把神的爱 把神的恩典来干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听神的话 遵从主耶稣基督 的律力诫命 原来是爱主的表现 那当然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没有听神的话 我们有没有遵从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命令 我们有没有走在他的 这个吩咐的里头 如果有的话 主说 那个表示就是你爱我 你就藏在我的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是一个顺命的 一个的儿子 听话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儿女 我是有一个儿子 我最不爱我的儿子的就是 我吩咐他啥 他就做啥 那时候是我心里的最高兴的 我最不高兴的就是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总是顶嘴 不同我的意见 哎呀 在那个时候心里都有一点 这很不舒服啊 酸妞妞的 二十九岁的孩子 这个六尺二寸 他的磅数我就不便说了 原来他这么大 几乎可以说 每一磅的那个肌肉都是我的钱 Every ounce of his flesh Is what I pay for 当他不听话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点懊悔 付了这么多的代价 付了这么多的精神 竟然会换来一个 不听话的一个结果 不过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这个孩子是蛮听话的 只是偶尔在神学上 我们常常有一些争执 然后呢 第十一节 在这儿你要注意 这句话 如果你不小心看的话 嘣 你就跳过的时候 你就拉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真理 耶稣基督说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如果我今天跟你说 哎 我已经跟你说了 什么意思啊 表示我前面什么 我已经讲过了嘛 你把手指都夹在这儿 然后回头看 约翰福音书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对不起 三十四三十五两节 三十四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呢 十五章那个 耶稣基督是对的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看到 的确 十三章之前 主耶稣基督已经吩咐过他们 这一个约翰福音书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是耶稣基督公开的服事 大型的布道 做了很多的神迹 但是呢 到了十三章开始呢 耶稣基督呢 就是跟他一小桌的门徒 然后呢 我们叫私下的服事 Public Ministry Private Ministry 所以呢 十三章呢 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呢 十三章的第三节 那个地方 如果你注意的话 我们回头看第三节 耶稣知道 父已经将万有 叫在他手里 且知道他自己 是从神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耶稣基督已经警察到 知道他离世的日子 已经尽了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把一群的 他近身的这一些的门徒 把他们招来 然后教他们 告诉他们 教导他们 那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P头一开始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叫门徒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呢 在他这个分布之前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先替门徒洗脚 记得这个context 耶稣基督留下了门徒 让门徒知道 什么是相爱的榜样 什么是彼此服侍的榜样 然后呢 耶稣基督 就赐下了这一条的大命令 记得命令啊好 在军队的里头 没有商讨的余地 你只能够服从 你只能够服从 它是没有这个discussion的option 它是个imperitor 它是个order 你只能够接受 那在十三章这个 这个三四四三四五两节呢 注意哈 你如果你看的时候 这个第十三章那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哈 我赐给你们 一条新的命令 命令的吩咐 这个instruction 讲出来了 这个内容讲出来了 你们要 这个 有一个新的命令 那个内容是啥呢 他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再告诉我们的榜样 我怎么爱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 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爱门徒 爱到什么程度 或者这样吧 耶稣基督今天爱你 爱到什么程度 把他的自己的命都献上了 但是在这个ultimate sacrifice 还没有这个发生之前 他先自己谦卑替门徒洗脚 这是属灵领袖的榜样 一个属灵的领袖 不是勾勾在上 然后呢 拿个令牌 然后呢 彼此的去 拿个令箭 然后去指示 一个真正的一个的领袖 就是要服侍弟兄姐妹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听主的吩咐 彼此相爱 那结果是啥呢 人家就认得出 我们是主的门徒 这是见证 爱神的人尊重神的吩咐 爱神的人会服侍弟兄姐妹 当我们愿意谦虚地去服侍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的心就彰显出来了 当我们在教会的里头 有彼此相爱的心的话 外边的人一看 哇 这真是主的门徒啊 当然那个问题 现在呢 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整体的教会 或者把我们教会的名字 布兰诺宣告 不要说了 就在我们这个地区 就这个城市 就在Plano 如果名字丢出来 人家是会怎么想 这个教会 彼此纷争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清真木舍的教会 我稍后时间会跟大家分享 你要像一个教会死亡的话 你就是整你们的牧师吧 这个我以后会跟你们说 命令的吩咐 命令的内容榜样 然后命令的这个结果 记得好 这个的大命令呢 是对内的 是教会内的 这个的命令呢 是彼此相爱 记得好 相爱的心呢 不是只是嘴唇的里头 我爱你 你爱我 不是这样 真正的爱是要付出的 真正的爱是个行动的 当我们在教会的里头 彼此相爱的话 我们就是牧养基督的身体 我再说一遍 当信徒彼此相爱的时候 We are nurturing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在牧养基督的身体 在我们彼此牧养的时候 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 也坚定我们彼此的信心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教会成长 教会成长 如果我们有爱的话 在这个教会有爱的话 实际上不到大会也无所谓了 人家自然地就被这个爱给信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 我找爱找不到 为什么我会在布兰诺教会 会找到爱 人家自然地会来 那个至终的结果呢 就是神被荣耀 神被得到荣耀 所以那大命令是内在的 是个吩咐 神叫我们彼此相爱 是要付出的 是要行动的 我们是彼此牧养基督的身体 能够坚定我们众人的信心 结果就是教会成长 最后呢 神得到至大的荣耀 我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儿干啥 我们在这儿干啥 Day in and day out 各种的活动 如果你的答案 不是荣耀神的话 那你这个目的 就有问题了 我们在教会 做所有的东西 如果至终不是 去荣耀神的话 那我们所做的东西 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要追求神 至大的荣耀 这是命令 大命令 我们来看看大使命 大使命我相信 很多人都会背了 会不会背 如果不会背的话 下个礼拜把它背下 马太福音书二十八章 其实原来是从十六节开始的 不过我要求你 就十八节开始就好了 十八 十九 二十 耶稣进前来 对门徒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世 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替他们实习 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人 你们都要教导他们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作者马太 一开始的时候 用耶稣基督的主谱 Geneology 在这个主谱的里头 有很多人的名称 我们都不认识 但是有两个人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耶稣的主谱 是从亚伯来汉开始的 然后耶稣的主谱 在中间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人 是叫大慧王 马太的功能 马太这个书 它的作用是啥呢 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耶稣基督是有王的 是王的后人 他有Royal Royalty的渊源在里头 记得这个 然后到马太福音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书 第28章 然后来到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请注意 在第十节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对门徒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必见我 所以耶稣基督吩咐这些 这一部分 然后去找其他的门徒 然后到耶稣基督 所约定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山 每一次神要跟一个人 在山上约定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都是有特别的事情会发生 重大的事情要发生 然后十六节 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了 所以他们听了神的吩咐 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这是被造者看到创造者 理应的顶礼敬拜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主日来到圣殿 来敬拜神 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德 就属神的儿女的应当礼拜 所以保罗才说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的不是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来敬拜 不要有你勾歇一声 我该去还是不该去 你就记得我这句话 礼拜天 这就是你应该在的地方 礼拜天这个时候 就是分别为圣 你要来敬拜神的地方 然而还有人疑惑 在当时的时候 还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是八节开始了 耶稣进前来就对他们说 如果你注意 这个的大使命 一开始的时候 主仆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王的后人 现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约门徒在加利利山 加利利的一个某一个山上去约见 他现在是用复活主 王的身份 复活的王的身份来吩咐 王就有王权 是不是 当王说话的时候 子民就要听从 所以这个大使命 也是一个命名 也是没有考量的余地的 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的 然后在这个吩咐的里头 有四点你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 耶稣基督得到的 或者是给我们的 是一个至高的权柄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 耶稣基督 然后把这个的权柄 delegate给教会 所以今天教会 权柄有多么的大 当一个人 不知道自我的身份的时候 是一个很惨的事 如果今天我们都是王子 我们都是公主的话 王子是唯唯唯唯唯的 我有一次在那个Fortward飞机场 我看到一个非洲来的王子 一身的军服 戴那个红的 那个barate的那种的帽子 身边有十几个侍卫 整个走廊都被他们占的 前后还有FBI的agent去保护他 所以我们都要闪开 你知道吗 王子啊 我们是福音的这个大使 我们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 但是要注意 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的行为相不相称 相不相称 这就是回到今年的 这个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信徒在灵命要追求圣见 好 至高的权柄 第二呢是自大的差派 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呢 自广的教育 凡主所吩咐的 我们都要教导人 所以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那个讲到的题目 除了今年个人灵命要成长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直体 也要增长 从安提阿教会让我们看到 成人教育的这个重要性 你不学 那你怎么做呢 今天如果你到一个公司 人家请你 然后人家问你 你能做啥 我是个computer analyst 或者是我是一个 这个system的一个architect 然后他问你 你会code吗 你会写code吗 愣着 人家会请你吗 今天我们是福音的大使 我们自己的身份已经不了解了 然后当我们真是要去做 传福音的故作的时候 一个工具都没有 你说我们怎么去打仗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自从1979年 我在北欧开始宣教 一直到今天 我可以告着主的恩典 我没有听子学习过 一有机会 我就去学 一有机会 1月27号 又有一个机会 我会去学 大使命 是对外的 大使命是猜传的 大使命如果要做 去成就的话 记得也是要付代价的 当我们听神的吩咐 把福音骗传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结果是啥呢 就会增长 所以呢 大命令 结果就会增长 大使命 就会能够增长 那我个人不反对 那些什么 教会增长学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 我们只是去学方法 而忘记了主 这两个吩咐的话 而这两个吩咐的结果 就是教会成长 为什么我们只是去学方法 而不做主 要我们做的 两个基本的东西 这是我puzzle的地方 大命令 大使命 诗经到这 然后我们看看应用 应用方面呢 我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 大命令 大使命 是每一个教会 应该是每一个教会的DNA 换句话说 这两个 一个命令 一个使命 也是我们plano 华人宣教会的DNA 如果是这样的话 每一个新会友 都应该了解这两个东西 每一个要参加教会的会友 我们都应该要跟他们说 你在教会的里头 你要彼此相爱 你在教会以外 你要去传福音 然后呢 每一年都要再讲谈 提醒弟兄姐妹 这两个是主颁发的 最重要的两个的命题 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相爱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使万民作主的闷徒 记得相爱是猜传的先决条件 没有相爱 弟兄姐妹相爱的心 我们没办法去做猜传 因为这是个榜样的问题 爱是神的特性 是神的一个本质 所以呢 在教会的里头 弟兄姐妹 必须要有相爱的心 什么是相爱呢 看别人比自己强 什么是相爱呢 人家的这个前提 就是我的前提 什么是爱呢 我要服侍对方 不求别人的好处 我要自己 线上去帮助 猜传是相爱的自然产品 你如果教会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的时候 有了这个先决条件的话 猜传福音 是一个自然的副产品 一定会做的 所以呢 我们先要相爱 be be 我们先有那个being 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有behavior behaving 有谁看过 有人对一只猫 猫猫 你是个猫 你要喵 你要跳 你要吃 你不需要 那个猫 它就是个猫 一个猫 它就自然会喵 一个猫 你把它从 那个猫啊 我观察过 你把那个猫 从上面丢下去 它就是四肢脚 永远是四肢脚下地的 就这么灵活 所以呢 这个 教会必须要有 we have to be a church in order we can behave a church like a church 闲心爱 后才传 第三 如果教会 不倾从主的命令 和主的使命的话 这是教会纪律的开始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教会有教会的守着 这两个东西 如果你不做的话 是主的吩咐 教会纪律 就是从这开始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总科 如果一个教会 不彼此相爱 双咬双吞 不合 纷争 结党 破坏 合一 教会要纪律 这些的人 如果教会 不争从大使命 神会纪律 这个教会 他们不会增长 因为他们 亏缺了神的荣耀 第四 弟兄姐妹 相爱是从服事开始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主谦卑的为主洗脚 立下了一个榜样 你们要彼此相爱 好像我这样来 爱你们 服事你们一样 所以在教会的里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找机会去服事 不要等牧师 哎呀 你要这样做 你就看到什么东西 你就去做 然后呢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 曹牧师 我报到 有什么事可以吩咐我的 服事 是相爱的开始 相爱呢 也可以从祷告开始 主为门徒祷告 主为门徒代祷 代祷是侍奉的一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当我在达神念书的时候 人家普通的人的一个program 四到六年就搞定了 我要八年才弄 那时候很苦 多次的想放弃 后来有一个主内的同工就劝我 他说常牧师 只要学校一听 一天不替你离校 你就还是坚持吧 我觉得神就是透过他来跟我说 我那天我躺在那个医院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来看我 我就跟他说 哎呀 我熬不下去了 他就送了我这句话 也感谢主 神就是在合一的时候 透过不同的人来跟我们说话 那一句话我听到 所以坚持下来 但是你要知道 我那八年的学习 真是很不容易 但是其中有一个姐妹 为我祷告了八年 你说我敢辜负了这个姐妹吗 她每一次都提醒我 牧师我还在给你祷告 所以当我跟她说 我毕业了 哇 于师重负 当然我的儿子 跟我的太太也是为我祷告 所以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为他祷告 有祷告就有爱 没有祷告就没有爱 所以礼拜三的祷告会 你是来为别人代求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就好像圣灵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的祷告 我告诉你 我来的教会才两年 不是两年 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我已经在祷告会的里头 得到了很大的祝福 如果你礼拜三不能来 那最少拿一份教会的代祷事项 这一个祷告代祷事项 每逢礼拜三一定出来的 我在想 可不可以就是先把它post到网上 你可以直接在网上带路 或者是打电话 叫干事送你一份 你可以拿一份代祷 为牧者 为肢体 为教会施工 为普世拆穿来代祷 有爱就有祷告 不祷告就莫有爱 最后 大命令大使命 我们要在本地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在未来的主日学 有几门新的课会出来 一个就是个人不道法 另外一个就是跟进福利 这个会以后的时候会跟大家 不单在本地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也要做海外的菜传 我不知道教会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教会有一对夫妇 叫Matthew Hessler 认识他吗 他马上就是要成为我们 教会的治理同工 他的太太叫Betty 他们有心 要去辽国去宣教 所以教会已经现在在部处 去帮助他 然后让他 未来的一两年 会有一个successful launch 如果他们真是launch的话 那可能是我们教会 唯一的一个 如果不算曾经顺牧师的话 是唯一一个homegrown 一个missionary 把他给裁判出去 何等的盼望有一天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都出去 就好像安提尔教会 把他们最精锐的保罗 跟巴拿巴 裁出去 圣灵祷告的时候 感动他们 把他们最精锐的领袖 裁判出去 这将会是何等美的一件事 求神帮助我们 大命令大使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 当我们去探讨 教会的奥秘的时候 求神特别地联系我们 让我们在今年 能够明白知道 你在教会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真是有教育 有认知的 一个的教会的会友 我们何等地盼望 这个教会 能够一直地不断地成长 让你的国度不断地扩张 听我们恭敬地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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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